採這種方式 它叫浮童式 浮童子在養鵝 如果是七狗或是六狗 那裡是炒鐵鵝 你們印象中的炒鐵鵝 養是不一樣的 那藍色的浮童 那就是在養鵝 你注意看 它上面都有打網子 有什麼要有網子 因為有很多蕉子 會來牽牽 很多小鳥 小鳥回去吃午飯了 我剛才來的時候 上面有白玉溪 你知道白鹿是 它有分大白鹿跟小白鹿喔 知道喔 好 來 你告訴我 那白鹿的嘴巴是黃色的 它腳呢 穿黑色的襪子 小白鹿比較時髦喔 它比較年輕 它的腳是穿黃色的絲襪 嘴巴是黑色 但是嘴巴都尖尖的 它這隻都尖尖因為在養鵝 好 再來頭前看到這個 這土地這就是黑色的鵝 這塊這塊就是黑色的鵝 這塊就是黑色的鵝 這塊就是黑色的鵝 所以是鵝 所以是鵝 它如果不是鵝鵝鵝 我會說黑色的鵝鵝 我會說黑色的鵝鵝 退炒 退炒 第一說什麼 我如果覺得有點困難 我也說退炒 退炒的時候 它有兩分多 差不多六百塊 六百塊這麼大 你看後面是不是有鵝鵝鵝 那就是在開鵝鵝 在開鵝鵝 通胎後 就像這兩個樓梯 還有一個七百萬的便宋 那個便宋 那個便宋 上面兩顆水塔 那個七百萬 有關上溝解很嚴重嗎 沒有 沒有啦 你覺得這三段樓梯子 你要轉到它會不會飄走 不然你要上廁所 一會說有鵝鵝 這裡是倒楣 對啊 那是很吃啦 很歡樂啊 所以一七百萬塊 我給你到 阿姆哥 一七五百塊